关于我们这边在海外华侨的 尤其是在意大利 飞到国内回国的一位同胞女士 很善良的一位女士 她发了一个公众号 发到了新欧洲侨胞的公众号上 题目叫 能飞到内蒙古隔离算什么 受疫情影响 旅居海外的数千万华人同胞 至今面临回国难和回国贵的问题 几天前 屡易知名华人作家胡兰波女士 客服重重手续 乘坐国航班机 终于飞抵中国 目前正在集中隔离当中 她用文字记录下一路感受 但愿疫情早日结束 但愿说走就走的日子早日到来 正文 飞行的全程不提供餐饮服务 在座位前有一大袋食品和两瓶矿泉水 奔波的一整天没有饥饿感 只是登机前看到有意大利人在吃 把腻弄自己也掏出携带的奶酪和火腿吃了一点 飞机上的食物是中国的 很有诱惑力 但想到我还在北京隔离的朋友 他到北京后阳性 第二天被送进北京传染病医院 他说不知道怎么就感染了 说他一上飞机就把发的食品都吃了 想到他我止住口水不敢吃了 两个人之间空一个座位 飞机是空客359宽体 也算舒适 看了两个电影 没去找耳机 看字幕凑合了 一路没怎么睡 除了看电影 脑子不想什么事 傻傻的坐着 还有点一切都不真实的感觉 海外乔包六千多万 疫情阻断了回家的路 多少像我母亲这样的老人 盼着儿女回家 多少因为工作的需要 要回到国内 而寥寥无几的航班 还时不时的被熔断 回想这一路 有多少人给了安慰 我来不及向每个人致谢 这个阶段的关怀 真的非常宝贵 因为每往前走一步 都需要力量 飞机终于降落到了呼和浩特 出机舱室 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号码 按顺势进行检测 第一关要通过视频 核实所有信息 然后去做核酸检测 机场叫流样 与意大利不同的是 只捅了一个鼻孔 但加了口腔的检测 做口腔有点难受 捅鼻子还好 从此我们就成了黄马旅行者 走向安检 大巴在门口等候 有工作人员喊名字上车 整个过程约四个小时 还好 没有一个世纪的漫长感觉 从未来过内蒙古 那些天我侨侃说如果阳了就直接流放大草原 大巴驶向市中心 西北比内地荒凉 尽管有不少高楼 但车辆不多 都说被隔离的人需要运气 好的能去舒适点的酒店 我们这辆大巴的旅办属于最没有运气的 被拉进一个年久时休的酒店 而且只能从后门进 下车后两个大白给行李消毒 然后排队办理手续 排队的时候 一个大白对我说 往外站站 过一会儿又说 往里站站 你在做军训吗 我没好气的回答一句 他转过身 看到防护服上写着队长二字 大概他得到一点权力需要显示吧 在疫情中 有多少人在使用自己的权力向平民施压 大的小的权力只要有 继续啊 千万不要想你回国像以往那样办酒店入住 我们在院子里付款 不收信用卡 只可以用微信和支付宝 14天隔离费用 5680元人民币 到达当天不算隔离 从第二天开始计算 拿到房卡 扫描二维码 进入微信 楼层群 共有38人 我估计是生意不好的酒店 才接收我们这些被隔离的人 酒店大概算二行 没有冰箱 一位糖尿病患者需要储存胰岛素 申请到一个冰箱 还是坏的 又换一个 房间至少有热水 有阳光 也有可打开的窗户 对我来说 无可抱怨 我们能够到达祖国 就是最大的幸福 其他都不是事 我终于摘下口罩 整整25个小时 这时候觉得挺自豪的 又战胜了一个挑战 人的潜力非常大 过去戴一个小时口罩 就觉得闷气 在意大利的时候 25小时居然没什么感觉 不过对着酒店的镜子 看到自己的样子时 还是有些震动的 一脸的憔悴 诉说着旅途的艰辛 机票上明明写着 终点是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 在内蒙古停留23小时 到了呼和浩特 得知14天在这里隔离 机票写的和他们住的不一样 最悲惨的是 因为要去北京需要隔离21天 而去别的目的地只要14天 这是个变相吧 是吧 国行机票19803元人民币 隔离费用5680元 再加上回到目的地的旅费 和回意大利的机票 整个行程可控制在人民币4万以内 这个咱们现在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19000多人民币 跟之前比起来算便宜了 比起众所周知的旅费10万人民币 简直差了一半还多 如果国行继续飞 很多人回家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 当然你得有勇气面对这一大折腾 隔离从到达的第二天开始算 真的是折磨人想尽了招 第二天我依旧亢奋 不感到疲惫 因为这天如果被确诊阳性 就会被送往传染病医院 我朋友就是在第二天被送进医院的 平安的过了第二天 第三天我开始昏睡 一整天一整夜 我们不能叫外卖 不能网购食品 物品的购买还得需要申请 群里听到一个女孩哭 也知道一个意大利人身体出现危急 叫来医生 面对如此漫长的隔离生活 不少人恐惧 群里来了心理医生 说可以给大家进行心理疏导 其实能给大家最少的限制 就是对大家心里最大的支持 就像我之前说的 跟他妈防贼一样 这里的管理人员也不容易 他们的工作难有灵活性 他们只知道执行上级的规定 现在就是他妈一根筋 执行上级的 而上级并不能懂得 有我们特殊旅行和隔离的焦虑 但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有人性的 管理我们的人也尽力在帮助我们 例如第一次早上做核酸 早上五点做 医生对我说 我会轻轻的不疼的 在这个阶段 一句轻声细语就是鼓励 内蒙古气候干燥 旅客多半是南方人 就是浙江主要来自这些地方 在意大利的华侨 当然也包括留学生 留学生来自哪里都有 最多的是来自于山东 四川江苏安徽 继续 难以忍受房间的过度干燥 饭是典型的北方饭 有面食也有米饭 都说隔离的饭难吃 我大概在罗马吃的太糟糕了 所以觉得这里的饭好吃 尤其第一天有蒜苗和香菇 这些东西在意大利都不便宜 那个犯病的意大利人 第二天语音呼我 他告诉我他有哮喘问题 因为对隔离的恐惧和房间的不透气 让他发作了 当然他也有自备药品 同期的意大利人也给了他抗焦虑的药 我这才知道存在这种药物 如果哪位同胞害怕心理不够坚强 可以去药店买些防备万一 在意大利可以买些这种药 抗焦虑的 这位意大利人与我聊天有一个小时 他觉得心里舒服很多 于是他每天和我语音 每天说很多很多 他是设计师 属于那种艺术家般敏感的人 他的母亲因新冠夺命 父亲几个月之后随之离世 他说父亲最后的日子总是要开着电视睡觉 我们不懂得他 还说他 父亲没有对我们任何人解释 这个是这个意大利人 他因为他母亲之前不是新冠去世了吗 他父亲就是生前这一段时间 他的复述 然而这些天隔离的日子 让我开始理解了父亲 理解他当时的孤独 我每天对着远处的山会与父亲对话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们从酒店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 很多房子 还有远处的山 我说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隔离的收获 你在意大利不理解你的父亲 他让你来到中国的内蒙和你对话 你懂得了父亲 也更懂得了生活 这场隔离让你更加珍惜生活 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 有更多的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 我们成了隔离期间对话的朋友 每天会交流一些对人生的感悟 在意大利每天忙碌 没有时间思考 现在能有大把的时间想一些事 思考一些哲学和人生的问题 我每天面对远方的山轮 会回忆很多人 很多事 尤其思念那些远去的亲人和朋友 离开多年的父亲就在身边 陪伴我的隔离生活 我年轻时出国求学走了很多路 认识了很多国家和人 这些旅程帮助我成长 这些遇到的人帮助我完善做人的品德 经历了疫情 再经历飞行国与隔离 对生活不该有太多抱怨 例如我们的隔离 有人送饭 有人收垃圾 老天给了我们放松的休息时间 如果不是隔离 我们依旧在拼命干活 不太懂得爱惜自己 在罗马常常肚子疼 现在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回忆学习和工作每个阶段 尤其是在困难中 有过那么多人伸出援手 包括这次旅程 包括这次旅程 多少人在帮助我鼓励我 让我能够顺利的到达内蒙古 这些回忆是温暖的 温暖我隔离的日子 更温暖我今后的人生 妈妈知道我到了内蒙 身上开始有了力气 过去她每天昏睡 不出房门 我到达的第二天 她要出门看看 从此每天阿姨和邻居推她去公园 她开始笑了 她还照了很多图片发给我 要知道 她已经几个月不用iPad 每趟旅行都有她的意义 只是我们不知道深藏的含义 比如那个意大利设计师 她这次旅行的意义 可能不再工作 也许就是她的父亲 要与她进行一场对话 我这趟旅行的意义 在于母亲能够再次站立 再次微笑 延缓她的生命 同样我也变得更坚强一点 更知道感恩生活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 其实心里也比较酸 有机会 有机会 扬 是